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 我还有点挺有讲课千负的 其实呢 我小时候说话结巴 我特别害怕在人面前说话 真的 那个时候我们班有很多北京的同学 老是逗我 一逗我就结巴 因为他们说的北京话就 然后你想跟着他学 而且分不清流奶 流奶来喝流奶 那么老是逗我 后来我就还是有点小自卑 所以我就不怎么爱在人面前说话 然后后来那个研究生期间 你得赚钱养活自己 那开始讲自考嘛 所有的法学能备 我几乎都讲过 我还讲过市场营销学 可以啊 那哪一年 02年吧 好 我们继续上课 过选说 过选说 我儿子想上营销 我不认识教育局局长 但我认识谁 公安局局长 我给了公安局局长50万 但连公安局局长风格就是什么 收钱不办事 贪赞不枉法 定长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蒋世长营销那个班全北京的 我说老师你普通话我们听不懂 我说怎么会听不懂 我特标准啊 我说听不懂 所以那个时候 当时上课就是 你把你要讲的都得写出来 我是真的写出来 就是写逐字稿 就等于你上课你就按着稿念 那你就不紧张了 那后来他们说 你为什么不结巴呢 是因为你现在开始说普通话了 没有说家乡话 说家乡话你还是会结巴 谁会湖南话来对替一句 我们的湖南话 它是十里不同江 我们那个小地方的话 他听不懂 这周菜很好吃 怎么说呀 真听不懂 是听不懂 我后来研究了我们那话 我们那边的话呢 它有很多古语 今天明天和昨天 它都是有古语的意思 今天的意思是尖日 尖难的日子 这周里怎么说 尖一 尖一 今天非常的尖难 昨天差一 差一 很差的日子 明天的意思是良日 良好的日子 牛一 良好的日子 良好的日子 你们家乡这么进步主义的观念啊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一见光明相见 就是你把希望寄托在 所以你的乐观主义是有道理的 我其实也不是乐观主义 我现实主义 所有的标准化测试呢 其实都是有套路的 掌握了套路呢 那可能就是一条容易得分的捷径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部分 主观题的基本套路 我们说过大家千万不要想着得满的 我们只要得多少就可以了 得70%就可以了 争取得到80% 那好 我们现在把公司列上 那我们来打 您是76年的 我77的 你77的 来 同名的人 怎么说呢 因为我是独生之女 就在我这个年代 独生之女是 我也是 是吧 对 我也是 所以那个小时候还是比较孤独 确实比较孤独 因为其他人都有哥哥 要不怎么会爱看书呢 对呀 就是你在孤独中躲进了书记中 最早对你影响最深的法律书记是什么 其实很浅的 林达的 近距离看美国系列 一代人的启蒙读物也是 对 贺熊飞的那一套 对吧 黑马文宗 黑马文宗那一套 然后在那个启发下 那才开始看哈耶克 直到我现在都觉得 我最近这个月在看通芒奴役之路 我看了一下买书的日期是99年 对那套吗 那套书吗 那套书 历史主义贫困论啊 那个浅黄绿 那套 这都构成了我们 那是我们成长的阅读计划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大部分的书都 还是那时候 我们都是万圣训练出来的 我旺盛 我是从它 最初在那小巷里面 我也是那时候去的啊 慢慢签 慢慢慢慢签 那时候我涨了600块钱 买了一套世界文明室 我也是 你也是是吧 我不是买那个 我是涨了500多块钱 买了一套鲁迅犬 590多嘛 其实是不是前几天 那个微博事情 对你还是挺有 挺烦的 当时会 当时的确实那天很运了 那天否则情绪之下 就暂退了 后来别人就说 你这有点 还是太玻璃心了 想想也对 因为后来第二天 非常神奇 我第二天啊 坐火车的时候呢 碰到了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是我最好的朋友 就像在坐火车的时候 碰到了他 因为他说了一段话 他说你看 别人对你那么多仗欲 你觉得这合适吗 我说那肯定这个愧不敢当 他说那别人对你的批评 那你为什么就生气 别人对你的表扬 名不负实 你就很开心 对你的批评名不负实 你这不就典型的双标吗 哎呀 所以有道理 都是误解 没有双标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他说其实就是 你就不管你粉丝有多少 但其实都是虚底的 你真正能够 你身边的人 就是你所爱的那些人 给你编书的人很重要 给你发工资的人很重要 给你喝酒的人很重要 就足够了 对啊就是嘛 你说实话 这谁知道吧 我也没想过能跟徐老师你吃饭呀 对吧 嗯 嗯 你们以前就是在作品中看到你啊 哈哈哈 差不多得了 不不不不 必须的呀 嗯 嗯 我现在感觉立刻回到 我跟大爷同学在一起 那种状态 就是说这个造型 这个摄像机放在这 哈哈哈 最后会省一下 你懂吧 你们都是哪里人 我是苏州太仓人 你苏州太仓人过来 你上海 你也上海 我从青海过来 青海 哇 中文为了下这个课是吧 嗯 当时就是因为对这个法律感兴趣才选的 那法律 哈哈哈 呃 没有是因为当初我选的法律的时候 完全就是因为电视剧看多 就美极 党极 一号皇庭 双年包今天也看过 喜欢辩论 嗯 你们也想做吗 形变律师 我一开始是想做形变 但现在不想 为什么呢 因为形变律师 第一没有那么多刑事案子给你做 第二 刑事律师真的 赚的钱没有明示多 比较难 一个案子不能超过18000 就一审 那你想如果你这样接一个案子 你要搞三四个月 你一年的接多少 人家为什么一定会找你 而且现在很多 就很多地方会出现什么 就出现这种报复律师 对 非常不安全 对 所以说我觉得做形变 是真的挺不安全的 那你们包括你们 大家会谈论 比如说罗老师最喜欢说 理想主义这些东西吗 大家会有兴趣热情讨论吗 情况嘛 就是如果是业内的 他会说 你这个想法挺不错的 现实是残酷的 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 你真正去做才知道有多难做 我也想 就是我很喜欢洗面 我就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连饭都吃不饱 我谈什么理想 就很难 对非常难 就是我首先 我确实是认同柏拉图 我到现在我都认为 学习就是一种回忆 就是这些知识 本身已经在你的心目中 就苏格拉底所说的 对于你懂的东西 你才会真正的认同 对于你不懂的东西 你不可能真正的认同 而什么都要懂的东西 这就像康德所说的 人类的原初设计 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 就有一些出厂设置 这些出厂设置 那么当你的一些理论 迎合了这些出厂设置 老百姓会觉得 你说出了我 想说当表达都出了 因为有的是华为设置 有的是苹果设置 不一样是吧 但是总体上来说 苹果设置和华为设置 它整体上又是一样的 就我们要追求真 我们要追求上 我们要追求 所以那天我跟 我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 他认为美是天生的 他认为寻求正义 正直不是天生的 我们来说讨论这个问题 那这就是为什么 人为什么会追求美 因为还有美跟上面的东西 因为我们所有说实话 对好的东西 人都想自我保留 但是当你发现了 最美的东西 你绝对不会自我保留 你会觉得 哇 这太美了 我一定要分享出去 因为它确实太美了 你就会发现 这个美 一定不是你配用的 只是你 洞西了美的惊鸿一颗 你觉得哇 太伟大了 太美了 那在美之上 一定还有一个 更伟大的存在 就是永恒的公平正义 所以你也认定 乌托邦是必要的 乌托邦我认为 理念意义上的乌托邦 是有意义的 但是现实中的乌托邦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化不出 那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无法追求到 绝对的美 但是你不能够推到 这个世界没有美 这个世界 一切都没有意义 那就人的存在 是没有意义的 人类追求美德 是没有意义的 人类追求美德 就是一种伪善 那你 比如说你对这种 相对主义的这种警觉 你觉得是怎么来的 就是我会发现 人类中它存在 很多一些概念 具有相似性 但这些相似性的概念 一定中间 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而我们现在的思维 在本子上呢 为什么人们习惯于 标语化的思维 因为就是觉得 世界太复杂 当我理解不了 那么复杂的世界 我就选择一种 简单化的事情 但是复杂 一定是存在的 当你比如说你内心 有这么这些复杂 但是你却无法传导给别人 别人意识不到这种复杂 别人这种很简单的方式 来理解你 你是什么感觉 你去逛书店呗 好 给我那个挑一套 土板的 太熟了 哎呀 书太多了 我进来之后还是觉得很安心 你知道吗 对 对 我印象中法律书在这 但好像这个 主要都是 这儿这边 对 这边 这些书也比较难读 找几本好读 我能读懂的 这个好 爱与公正 我看过 这本书可以 好 这个呢 法律思维导论 这可以入门吗 不入门 德国的东西都入门 都不入门 都把我们打得门外是吧 对 这这本书可以 这本书是我们给学生经常推荐 为全力要夺阵 我们年轻人就被这种题目打动了 害了一生啊 是吗 中国的法治是哪一个 历代刑法考 最伟大的 就是剩价吧 就没了 你看我房子就没了 你看就这一些 这跟我们的不合法 所以你要买 要买了这本书 什么话 你跟我明察点 猜书还是很快乐的 我觉得那是我 我相信我那时候 我住在子竹院那时候 就在那个 就是正式学院对面嘛 下午就周末的时候 回来人买一大堆书 然后最后带回家来 我一个人在家 待着听音乐看书 就把拆的时候 特别开心 他给你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包括你刚才我们聊 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困扰我 就是我们都会觉得 犯道德化 其实本身上在摧毁道德 那对 但下面这个逻辑链条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都会习惯是这么说了 我都 你这么一说 我都没好好想过 这个逻辑链条是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认同 道德是自律 而不是他律 比如说有一种道德主义 叫做道德完美主义 就是你得做一个 道德高善的人 如果道德不高善 那个强行让你成为 一个道德高善的人 我之所以让你道德高善 不是为了惩罚你是基于爱你 因为我想让你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不能看黄色小报 因为你这样道德不高善 路边上看了一个人 你得救他 但是很多时候 人是达不到这种道德高度 这样的一种规则 很容易导致虚伪 道德是要求自己的 而不是要求他人的 但这种泛道德倾向 好像始终是非常之强烈 现在好像再度变得强烈起来 怎么说呢 我还是这么说 就是有很多东西具有相似性 但是它并不是具有相同性 在某种意义上 我现在越来越拥抱 法律和道德是一元的 而不是截然分开的 但是我个人更拥抱的是所谓的消极道德主义 而不是积极道德主义 什么意思呢 所谓积极道德主义 就是以道德作为惩罚正当化的一种依据 只要一种行为违背了道德 那我们就要千方百计的对他进行惩罚 那这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希望把人都塑造成圣人 塑造成英雄 但是这样一种道德的治理方式 反而会导致很多人的无道德 消极道德主义 就是把道德作为一种出罪的依据 作为一种正当化的依据 一种行为如果在道德上是值得谴责的 那他不一定是犯罪 但如果一种行为在道德生活 是被鼓励的一种行为 那他就不应该受到惩罚 所以法律其实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就是我们要宣布国家法律的 这个权威性 但是我们在良心的时候 我们充分考虑到人性本身的那种软弱 就最典型的就是帮助自杀的定性问题 绝症长生 不想拖累家庭 让自己的家属说帮我买个药吧 我实在不想活了 不断地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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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没办法 女儿给他买了瓶药 妈妈说 你离开吧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所以你三个小时后悔了 他在三个小时后母亲就喝药了呀 那这种行为在我国法律中 他肯定是故意杀人没有问题 因为这属于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行为 人没有权利承诺别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在良刑的时候 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 盼望起来 就是因为 首先他违反了一个基本的戒律 禁止杀人 但这种行为 道德生活中 人们会觉得很同情 容忍 那就可以 在刑罚的处罚下 给他与缓下 这个有意思 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 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或不同案例的时候 会有 发现公众有一种朴素的 正义之心 或者说道德之心 但同时 经常有发现 他们所谓的 那种朴素的正义之心 或道德之心 又是一个高度压迫性的 包括因为不同的时代 这种技术变化 都会使大家有一种新的道德参与 正义参与的方式 我们在过去几千年 见到最强的 就是这么大规模的 通过网络来参与 道德审判 甚至是正义审判 这么一件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是需要程序 法律强调程序 因为法律 它一定是一种 会存在错误的 一种过程 司法一定会有错误 但是司法的错误 如何能够被人所接受 就是它是强调程序的 通过程序所推导的过程 即便错了 那这也是程序本身所推导的 民众很多时候 它是希望撇开程序 去追求他心目中的一种正义 而这种正义 反而会导致一种非正义 就行侠仗义 最后呢 渊渊相报 会量成最大的灾祸 所以我们法律在很多时候 就是为了追求秩序 那追求秩序 我们就会认为在程序中 我们才能达到一种可见的正义 一种人们可能接受的 有瑕疵的正义 我们小时候都会迷恋那种结果正义 瑕疑之心的那种东西 这对于是怎么样 可以慢慢修正过来的 通过什么样的训练 我觉得就是法治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确实没有法治的这样一个传统 我们从来都认为规则是针对别人的 规则不是针对自己的 强人一定是跳出规则之外的 所以我以前看西游记嘛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孙悟空以后的战斗力越来越low 对吧 后来我才发现别人孙悟空是成熟的 别人遇到的是首先找人 也就是说这个没关系的妖魔鬼怪 怕全都打死 只要但凡有点关系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它就很明显的体现出 我们对于规则本身的不尊重 那为什么我们爱看武侠小说 我到现在都背得出李白的下课行 对吧 赵克曼呼应无口 双血明 银安赵白 马萨塔如流 你多爽 那后来你慢慢的会发现 如果正义靠这种途径去实现 那一定会导致更大的武装 所以往往是善人的愿望 把人们带为人间底 所以这种转变是大概什么 那才是法律的训练 因为法律的训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程序证 要警惕实体证 要在程序中去追寻证 换言之我们就建立了个游戏规则 最后这个游戏规则导致谁输谁赢 很遗憾 所以说从我们对孙悟空 韦小宝的 炼狐冲的迷恋 对 是特别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对这种 怎么说的 对规则秩序 对法律的意识的 它就是一种 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法治的光面 就是我们觉得只要我的动机是好的 我就一定是好的 但是动机好不代表背后 而且是不是更背后是一种对一种 不负责任的自我的寻求 对啊 它就放重了 放重自己的激情 放重自己所谓的正义感 因为所有的东西是需要节制的 因为我们都是 并非完全理性的存在 所以我们所有的情感是要受到节制的 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去接受一种程序的正义 即便那种程序的正义 没有达到我们心目中的正义 它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 怎么说这种社会里面 比如大约宋文峰的米莲 那种正义的放纵 或者说这种宣泄 变成那种表达自由的方法 是 那肯定会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治 其实 很大程度上 它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它的一个结合的过程 就是法治它首先强调权力本身是要受到约束的 然后在这样的一种约束的背景下 那么慢慢的 其他人也会愿意去约束自己 因为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它不可能是一个单向 所造成的 最近我真是碰到因为它写的那些东西那些感觉 等于我们这个年龄前后的那段记忆 就90年代塑造的那段记忆 慢慢开始重新显现出来了 你看过贾三科的小五 就那种感觉 基本上那种感觉 就贾三科确实拍出了我心里 想表达无法表达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那种感觉 有的时候我真的在想 人生中的成就就很坦实 我身边很多朋友 就我小时候的王八 坐牢的 吸毒的 得陈黑病死掉的 把陈黑病 对 40多岁 最要好的朋友在干嘛 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现在都不联系了 他们觉得我混得好 觉得不想麻烦我 对我们这代正好是那时候转折很大的时候 变化很大的 我当时我们靠玩工人最聪明的 最勇敢的一些人 就是他在生活中非常不舒服的 对 而且有非常的显著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90年代看这些书 然后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 突然发现啊 原来我们相信的东西是这么 那么边缘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给学生带着读这个《通往奴役》之中吧 《通往奴役录录录录录录录的最后一页 这一件事情的发展》后来慢慢出现了ILP 就Limited Part 有限责任合伙 又出现了LLP 又出现了LLP 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市场发展是无限的 就法律制度只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一些需要 就法律不可能超前 法律只可能滞后 那就正好因为当时看哈耶克 哈耶克就是警惕人类的乐观主义嘛 就是你不可能计划出一切的东西 你只能去尊重这种自发自身的秩序 意识导这点过程还挺难的 没有很难 自发性的 就包括自己嘛 就包括你自己对自己的乐观主义 对理性主义的警惕 那我大学的时候是读理睬的呀 你想我们那个时候去喜欢读这种意识流的东西 喜欢读这种小段论述 把你内心中快感 快感式的阅读 动人呢 很动人 但你后来发现这哲学家都不过正常日程 让你每天过过正常日子 每天做做饭 每天带来孩子 每天对吧 去医院刮个号 前几天我这个 今天亲戚要来北京看病 刮不着号 那我早上给他刮号 我拿找得到什么 我左想右想 我找了一个号放着 终于说刮上了 但是现在还悬耗被决 我不知道号放着有没有骗我 明天才能取号 但是亲戚已经来了 我说号挂上了 但是你说明天如果没挂上 已经从湖南来到了北京 号没挂上 我被号放着骗了 我在想我要不要告号放着 我也很纠结 我真的挂不着啊 我每天我都在那个点 我抢啊 我抢了好几天啊 我每天一到三点我就抢啊 我抢不着啊 那你说你是找人 还是找号放你 我不知道 我觉得大家完全是非理性 你考这个考试有什么意义呢 真的能赚钱吗 不一定啊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要注意 律师的使命是什么 就我们其实都算有有就是在年轻时候 某种意义上有自信和充满希望的一代人 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改变一些有种乐观的 比方这乐观的中年时候都遇到巨大的挫败感 就是普遍的挫败 但这种挫败 你在挫败之中也需要继续挣扎 你不能被挫败所吞噬 他的语言方式当然可能看起来更符合B站 就是年轻一点的语言方式 挺搞笑的语言方式 但这不是他的 就是他的下面肯定有很多别的想法 感谢观看